傳以金堂,虛而益詠 傳以寶傳,金堂是樹園 作詞 何金堂,科學啊,金堂樹 讀大眾果,沙嶺有記者、貴公 這名叫得好 是呀,在中環 這名叫得好 讀大眾果,沒有 金堂樹 是唐妮 唐妮 唐妮 看她的帕子有兩種花 但她看她的帕子就像眼睛一粒 一粒的,有花,有些白花,有些紅花 即是一棵樹有種花嗎? 不是,它有兩種花,有些紅花,有些白花 好像白花那些沒那麼酸,紅花那些火比較酸 金塘樹 傳以金塘,保存一棵金塘樹 為何要保存金塘樹呢? 用來周代時期照白 這條是它封一的地方,不是它姓 是它封一的地方,拿了它來做它的名字 白是一個千青 周朝時,照白封於南方的一塊地方 它在那裡復判,它在一棵金塘樹下面 就搭了它的環工室 在那裡判案,以證等等 當然它的證跡是憑人證,非常之好 所以每個人都很欣賞,也很擁大 直至到它餓了身 人們就說,它在這裏環工室 這裏環工室 那裏環工室的金塘樹沒有斬到它 留它在這裏,只為幾年 這是古代人發生的事 現在當然是否要看你幾筆密密 可能現在熱衣服和你揉上去 傳語金塘,就是由這一個典故出來 虛而益榮,人不在 但是其他的子民都更加懷念這件事 行過也有說這件事給子孫聽 當時一位官在這裏做 如何好法,如何免證 他就在這裏審案,在這裏以知以辭 所以亦都說 人虛又留名,人虛又留聲 所以,一個好的品德 不在乎他人有多久前在世上 他的精神是他前前改的 所以這兩位官員就說了這一席 亦都強小了 過人品德的收入 當然,壞的亦都有錢很多兒子 圍賊難餘的都買了 還有 傳語金塘 這一句 發誓的典故就是 師兵的典籃 金塘 金塘 五個 十分 這裏 師兵的典籃金塘 傳指金塘 典故就在這裏出來 不知幾個是 兩句 廢廢金黃 物典物佛 鹽白 酒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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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酒噸 酒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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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外博是很謀成的葉 是 真正的 不會誇張和徒老貿易的 不會懲罰的 為什麼呢? 當年是趙發在電腦 說一句話